你看不到的真面目!TVB颁奖典礼镜头没有拍到的地方,他们竟然这样做! 万千星辉颁奖典礼2018已经圆满结束,不知道是地势后是不是大家薪水的艺人夺得呢?看完整个颁奖典礼依然意犹未尽,不如来看看镜头没有拍到的地方,这些明星艺人们都在干什么吧! 广告时间,其实花旦最忙,除了叫叫化妆师补妆,基本上第一时间就是拿手机出来,pose下照片,看一下有没有新闻讲自己 大部分女星都忙着当地投足,只有几位顾着聊天 广告时间最活跃的就属黄欣应,因为和隔壁两位张希文和汤洛文聊天,已经不能够满足她要站起身撩其他人玩 得空的时候当然要来几张,但为什么黄志文不叫买李施华一起拍呢?她呆呆看着前方无所事事的样子好可爱 江新艳发起自拍,各自争着入镜看看江嘉敏的眼神,一脸非常渴望参与的样子 做足三格中,又不可以随便走开,所以不少人自备水尊解渴 前晚最精彩一刻,肖正男举黄翠如,相信就算张魏健来拿奖都没有降震撼 看我们的翠如逼逼,乐开花,喜悦完全是由新散发出来的 重点是高海宁,但不是她身穿的性感礼服,而是她手上那包零食,没想到身材这么好的她也是馋嘴的吃货 李嘉新夺得失后后感动得不行,拿完奖后还在擦眼泪 森美非常珍惜讲顶到后台都自拍,BB来了阵容开骚前,一起坐下休息 四位之中,只有马明觉得自己不应该拿,在台后经常说自己应该是配角 亦不明白自己为何会拿奖,坦诚的模样真的超可爱 杨并别让你 дав着黄翠如,逆时初词